114 頭條日報 好心車主求救貓大發貓貓拿車底怎算好? 2015年7月13日港民 P24 Executive日記香港真是有不少好人好事 Kelly想表揚一位好心車主 話說在赤作日網上流傳一張貓仔拿在飄舞樓之鞋 見到有隻花貓好舒服感覆飄舞 有網民就說車主為免車親花貓 周圍撲,幫牠找主人 網民就七嘴八舌獻計 有人提議出動罐頭同語利友 有人就說不如索性用手抱起牠 幫車主解困,究竟怎樣做先天餘 Kelly就請教容 互動物協會未必有 Kelly看張相,隻花貓真是好可愛 好乖地坐飄舞步 欸,動都不動,不知牠在想什麼 欸,但就不肯離開私家車底 愛護蜜蜜動物協會朋友說 由於不知貓仔為什麼事走入車底 謬然用罐頭,食物引牠 未必引到牠肯出來遲 欸,如果牠受刺激衝出來 分分鐘被其他車撞傷,甚至影響路面安全 牠說,這類情況 外活動動協會一般都會徵求車主同意 拆開車廢搭 欸,請救受困窟子駕X來 而車主很多時都好配合 至於抱起貓仔兼展步 欸,牠就說要視乎貓仔有無受驚 建議可靠近試探 但如果見貓仔退縮就要停了 千萬不要令牠愈走愈一怕 吧